鸡翅不要总是红烧了,学会这个做法,全家人都爱吃 首先准备吃一个鸡翅,清洗干净 然后把鸡翅的两面都打上一字花刀,方便入味 然后全部都放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少许的食盐,白胡椒粉 再加入一勺料酒,然后充分的装拌均匀 每天都在费勤旺食偶心力学的焦作菜 能给个小红心鼓励一下吗?感谢大家的支持 再准备一个碗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然后用筷子咬散,把鸡蛋液浇到鸡翅里 让鸡翅都裹上一层鸡蛋液 然后再准备一点玉米淀粉 让鸡翅再裹上一层玉米淀粉 然后放入到盆中备用 锅里加适量的食用油,油温五成热下入鸡翅煎 来回翻面煎,煎至表面微黄 全部煎熟之后出锅备用 锅里加少许食用油,好吃的关键就是加入两勺咸黛黄酱 不管是用来做咸黛黄焗鸡翅 还是用来拌米饭拌面条都非常的好吃 小火慢炒 炒着冒泡泡 然后倒入鸡翅 让每个鸡翅都裹上咸黛黄酱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再撒上一点葱花 一盘非常美味的咸黛黄焗鸡翅就做好了 咸香酥脆 真的太好吃解馋了 做法也是非常的简单 喜欢就赶紧做给家人尝尝吧 咸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